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高楼大厦林立 交通工具便捷 人们的日常活动范围 似乎被无形的框架所限定 步行这一最原始 最健康的移动方式 在不经意间被边缘化 随之而来的是 一系列健康问题的悄然滋生 其中 骨质流失及其引发的骨质疏松 成为了中老年人 乃至部分年轻人的隐形威胁 每当谈及如何守护骨骼健康 多数人首先想到的 可能就是多走路 但在这背后 是否还隐藏着更为简单 却有效的生活策略呢 多走路 传统智慧的现代启示 提到预防骨质流失 多走路 作为最朴素的健康建议之一 确实有其科学依据 适量的运动 尤其是负重运动 如步行 慢跑等 能够刺激骨骼细胞的新陈代现 促进骨密度的增加 和骨骼强度的提升 当我们行走时 身体重量对骨骼产生的压力 是一种天然的力量训练 有助于激活 成骨细胞 一支破骨细胞的活性 从而达到预防骨质流失的目的 单纯依赖走路 虽然有意义 但并非万能之策 尤其是对于已经存在 骨质流失风险的人群而言 综合干预更为关键 隐藏的健康杀手 两种食物需谨慎 一 高盐食品 隐形的钙质窃 食盐 这一日常烹饪中 至关重要的调味品 其用量在不少人的饮食习惯中 往往不自觉地逾越了 健康所推荐的标准范围 高盐饮食不仅与高血压等 心血管疾病紧密相连 还可能对骨骼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研究明确指出 摄入过量的钠元素 会促进体内钙质排泄过程的加速 进而显著加剧钙质的流失速率 这是由于 肾脏在调控体内电解质稳态时 会将过剩的钠排出体外 此过程不可避免地 伴随有钙质的相应流失 故而严格限制腌制品 高油快餐及深加工食品中 过量盐分的摄入 是保障骨骼健康 预防钙质流失的重要且必要的行动之一 二 碳酸饮料甜蜜的陷阱 在炎炎夏日 一杯冰镇的碳酸饮料 或许能带来片刻的清凉与畅快 但长期过量饮用 却可能给骨骼埋下隐患 碳酸饮料内含丰富的磷酸盐 其进入人体后 不仅会扰乱钙质的自然吸收与利用循环 还可能对骨骼构建 所需的矿化流程 构成显著的负面效应 不利于骨骼的健康成长 再者 碳酸饮料内含的糖分亦需警惕 过量摄入高糖食品 会促使钙质更快流失 进而提升罹患骨质疏松病症的风险性 因此 选择以纯净的白开水 淡雅的茶水 或鲜榨果汁 作为碳酸饮料的替代品 无疑是呵护骨骼健康 彰显生活智慧的优选之举 哪些食物又是骨骼的忠实守护者呢 牛奶 醇厚细腻的酸奶 柔嫩可口的豆腐 以及翠绿欲滴的绿叶蔬菜 如菠菜与盖兰 皆是钙质的优质天然来源 它们富含的丰富矿物质 对维护骨骼强健 与促进骨骼健康 具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钙质作为骨骼强健的基石要素 其充分摄取对于预防骨量减少 稳固骨骼结构 并维持其坚韧特性 具有决定性作用 是保障骨骼健康的不可或缺环节 食物中富含的维生素D 它们在助力钙质顺利吸收 并优化其利用效能方面 发挥着不可或缺 且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 阳光作为维生素D的天然生成工厂 其适量的照射能够显著 激发人体内部维生素D的合成机制 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这种关键营养素 此外 猪如鲑鱼 青鱼等鱼类 以及蛋黄 蘑菇等食材 同样为维生素D的丰富来源 值得纳入日常饮食之中 蛋白质鱼甲的补充 适量的蛋白质摄入 对于维持骨骼健康同样重要 但需注意避免过量 以免增加肾脏负担 富含甲的食物 如香蕉 土豆 西红柿等 有助于维持体内酸碱平衡 减少钙质流失 预防骨质流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也非单纯依靠多走路就能解决 在保持适量身体活动的同时 我们应将焦点放在饮食的均衡性与合理性上 精心规划每一餐 以保障身体的全面健康 减少高盐食品和碳酸饮料的摄入 增加富含钙质 维生素D 蛋白质极甲的食物 是保护骨骼健康的有效策略 唯有通过综合性的策略与措施 我们才能在这场与时光竞速的较量中 为骨骼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石 进而赢得一个更加充满活力与健康的未来 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听到人们谈论体重问题 特别是突然的体重下降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我会突然变瘦 这个现象可能是健康警报的一个重要信号 本文将探讨体重下降背后 可能隐藏的健康问题 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的 一个平时健康的人 突然发现自己的衣服变松了 食欲虽然不错 却依然在减重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从消化系统疾病到代谢性疾病 再到心理健康问题 各种因素都可能是体重减轻的幕后黑手 这种无意识的体重下降 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提醒需要关注自身健康 消化系统疾病 悄无声息的健康窃贼 消化系统疾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损害身体健康 以慢性炎症性肠病为例 包括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 这类疾病会导致肠道持续炎症 影响食物吸收和营养利用 例如 患者可能经常感到腹泻 腹痛 食欲不振 长期下来 体重自然下降 肠吸收不良综合征是另一种常见问题 此病状会导致身体无法有效吸收营养 如脂肪 蛋白质和维生素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 包括肠道手术后遗症 慢性胰腺炎或特定的遗传病 受影响的个体可能会出现消瘦 及时饮食正常 慢性胰腺炎是消化系统疾病中的 右翼隐形杀手 胰腺发炎会影响到消化酶的分泌 这些酶对于食物的正常消化至关重要 酶有足够的消化酶 身体就无法分解并吸收脂肪和其他营养素 这不仅会导致体重下降 还可能伴有脂肪瘦和营养不良 代谢速度过快 探索代谢性疾病的隐秘事件 代谢性疾病如甲状腺功能抗进 会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 简而言之 甲状腺是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 负责分泌影响能量消耗的激素 当甲状腺过度活跃 体内激素水平升高 新陈代谢率随之上升 导致能量消耗增加 即使饮食量增加 体重也可能下降 以甲状腺功能抗进为例 患者可能会体验到心跳加快 出汗增多 疲劳和焦虑 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约有1%的人口受甲状腺功能抗进影响 其中女性的比例更高 代谢性疾病的确诊 通常需要血液检测 来评估甲状腺激素水平 正常情况下 甲状腺激素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维持身体正常功能 然而 当这些激素水平超出正常范围时 可能表明甲状腺功能抗进 治疗方案因人而异 可能包括药物治疗 放射性点治疗 甚至手术 关键是在初期识别症状 并及时就医 内分泌失衡 隐匿的体重杀手 内分泌系统 体内激素的指挥中心 对体重有着深远影响 甲状腺功能抗进 是最常见的影响因素 它加速新陈代谢 及时饮食量增加 体重也可能下降 数据显示 约60%的甲状腺功能抗进患者 会经历体重减轻 这一状况的背后 是甲状腺激素分泌过量 促使身体能量消耗加快 从而导致体重下降 糖尿病 尤其是一型糖尿病 也常导致体重下降 缺乏胰岛素 导致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 迫使其转而燃烧脂肪和肌肉 作为能量来源 结果是体重的减少 据研究 约25%的一型糖尿病患者 在确诊前会出现明显的体重下降 内分泌失调不仅影响身体 也影响心理 食欲改变 能量水平波动 甚至情绪波动都可能伴随而来 这些变化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不易察觉 但长期积累 其影响不容忽视 识别内分泌失衡的关键 在于观察体重变化背后的细微信号 如出现食欲不振 心慌 疲劳等症状 应及时就医检查 内分泌疾病的治疗 通常涉及药物治疗和生活方式调整 旨在恢复激素平衡 维持健康的体重 隐匿的威胁 当肿瘤悄悄影响体重 肿瘤性疾病 尤其是一些未被及时发现的癌症 常常以体重下降 作为早期不易察觉的信号 癌症细胞为了维持其快速增长 需要大量营养物质 这种需求不仅消耗身体储存的能量 还会干扰正常的营养吸收和代谢过程 结果是 即使饮食未变 体重也可能开始下降 以一线癌为例 这种癌症在早期阶段很难被察觉 症状通常含糊 如轻微背痛或不是 而体重的无缘无故下降 往往是较早出现的迹象 据统计 约85%的一线癌患者在诊断时已出现明显的体重减轻 此外 某些类型的癌症 比如肠癌 直接影响消化系统 进而影响食物的吸收 患者可能会经历腹泻或便秘 进食后感到不适 这些症状都可能导致食欲下降和体重减少 诊断癌症并非易事 特别是在初期 因此如果出现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 尤其是在没有改变饮食或运动习惯的情况下 应考虑进行医学检查 早期诊断和治疗对于提高生存率至关重要 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 是预防癌症的关键 但当身体发出异常信号时 迅速的医学干预至关重要